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造成房东和两名房客 命丧火窟 而起火原因由于 每间房间都装了冷气 疑似用电负载过大 电气走火而亮灾 熊熊大火把二楼铁皮屋烧得火红 凌晨四点多 高雄古山三路 这处铁皮屋夹盖 串出火苗 由于巷弄狭小 打火相当困难 因为在整个的距离非常的远 那巷弄非常的狭窄 那整个水线部署的将近十条水带 那会在这个其实这段时间 就已经耗费消耗能源一段体力了 最后火势在四十分钟后扑灭 不过就在二楼发现三具遗体 分别是房东和两名房客 我们这边的房子都救过 约房东将住家隔成雅房出租 里头都是木灶隔间 火事材一发不可收拾 房东太太当时外出当保姆 才逃过一劫 这处民宅一四二楼加盖 再加上每间房间可能都开了冷气 怀疑电气走火酿灾 而真正起火原因还要调查 大安新闻家新王昭中高雄报道 而这不舍得意外 一名苏系女子抱着一岁多的儿子 搭朋友车子外出 母子坐在副驾驶座 而途中她下车买东西 结果上车时儿子摔落地面 朋友又不小心踩到油门 就这么撵过了男童 伤重不治 一岁四个月大的小男童 伤势非常严重 在救护车上 救护人员不断帮她CPR急救 但还是没能救回来 警方调查 当时妈妈抱着小男童 坐在前方的副驾驶座 妈妈单独下车买东西 随后开车门要上车时 小男童突然跌落车外 驾驶王姓男子说 他当时伸手却拉不住小男童 又不慎误踩油门 又前轮碾压男童头部 警证处有规定 婴幼童乘坐小客车 必须要乘坐规定的安全座椅 一岁以下未满十公斤的婴儿 要放置在后座的婴儿用卧床 一岁到四岁的孩童要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 四岁到十二岁以下 必须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 儿童座椅也要用安全带固定 确认座位不会摇晃 才能安全上路 大爱新闻苗栗 总和报道 微弱封面没有淡雨来 今天各地恢复成为 人热的天气形态 而且要注意的是 天气会一天比一天还要热 周末甚至有机会上看37度 至于今天北部 大约是30到31度 中南部更热了 高温大约在33到34度 只能来说就是闷热二字 从明天周五开始 台湾地区的风向 要开始转为偏南风 那么在台湾西半部地区 高温又开始明显的上升 尤其到了礼拜六 跟礼拜天这两天 在台湾西半部地区 尤其是大台北地区 都有可能出现35度 甚至36度以上的高温 台北这样的观测 五月已经出现 连续7天达到35度以上 甚至有8天超过 35度以上的高温 那到目前为止 五月在台北市 比较明显的偏热 而且还是雨量 各地还是偏少的情形 那么未来呢 由于在礼拜五到下周一 尤其礼拜六日 这两天 都是比较干 比较热的情形 所以整体的五月温度 可能是比较偏高的 又干又热 要多喝水 补充水分 但到底要喝多少 有人一天就喝了5000cc 反而造成疲倦 呼吸喘 水肿 增加了身体负担 怎么喝呢 接下来医师告诉您 喝水虽然有利代谢循环 但水分摄取 也要一个人状况 一位罹患心脏衰竭疾病的民众 长时间每天喝下5000cc以上的 大量水分 反而造成疲倦 呼吸喘 水肿等身体异常的症状 等于就像我们一个马达 它已经快要坏掉了 它已经达得没有力气了 可是你给它的水量 还是那么大 它的工作量负荷更大 所以造成它心脏的 那种衰竭的程度更加重 体重乘以30 就是一天建议喝水量 以70公斤的成人来说 一天约需补充 2100cc的水分 可参考天气 个人情况斟酌 有些民众会在起床 睡前喝一杯水来养生 但若夜晚贫尿 影响睡眠 就建议减半调整 避免体内阳气流失 水是阴 我们今天水分的一种疏步 需要靠我们所谓的阳气 水喝太多 晚上中间讲属于阴 那你今天阳气 相对薄弱的情况之下 你喝太多的水 进入体内 等于说你阴气太盛 它反而没有办法 靠这些阳气去推动 它就会变成说 一直想要尿 一时建议水分次喝 慢慢喝 每次约喝150到200cc的水 依照气温皮肤干湿 尿液深浅 粪便软硬程度等情况调整 同时可以搭配运动 更有力于水分在全身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带新闻陈天会章正龙台北新店报道 照顾老也照顾小 台北市政府建造老人服务 既脱婴中心惊天落成 也就是脱牢也脱幼 里头设备如何 长者很满意 来到这里设备齐全 有夜市摊贩 可以填饱肚子 也有电影院 能够唱歌跳舞 长者和家属们直呼好新奇 是对长者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让他们有玩伴 而且不会退化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中央有一些 长照政策的补助 所以对家属的负担来讲 如果是低收入户就免费 那一般的家庭 就会看他失能的评估等级 大概负担一千到一万多块 不只有老人服务 更让上班族能够将 0到5岁的小朋友安置在这里 而每间教室分别提供 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来使用 所以0到2岁的婴药纹 都可以到我们那边 那我们是采用小加制的方式 所以一个班大概就15位 老人服务即脱婴中心 更安排职能治疗师 为所有失智或失能的长者来服务 同时在脱婴部分 也安排专业的人员来照护 希望能够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 大约新闻杨爱廷克幸志 台北报道 有研究显示 巴拉裔和罹患巴金森氏症 有关联全球 有30多个国家都禁用巴拉裔 但是泰国政府反其道而行 宣布要放宽除草剂 巴拉裔的使用限制 这让环保界和医界都非常忧心 而欧盟则是扩大杀虫剂禁用范围 来匆匆去匆匆的蜜蜂不只是甜蜜蜂蜜蜜的来源 全球三分之一食物都靠它们受粉繁衍 但近年来蜜蜂数量锐减 敲响全球警钟 保护蜜蜂 欧盟祭出严格规定 要求扩大三种常见的 类尼古丁杀虫剂禁用范围 这项禁令是2013年所公布的强化版 当时只禁用于户外部分作物 未来只能用于温室种植 因为蜜蜂不会与温室作物接触 就能借此保护蜜蜂 来看到泰国却反其道而行 周三政府宣布要放宽巴拉裔的使用限制 巴拉裔是剧毒的除草剂 只要一小滴就能致人于死 研究发现蔬菜残留巴拉裔 会提高罹患巴金森市症的风险 目前有超过30个国家禁用 但泰国政府认为 没有足够证据显示 应该禁用巴拉裔 另外也放宽陶斯松和加林瑟的使用限制 政府消息一公布 环保界和医界一片踏伐 让人更担心的是 泰国农民还会私下混制农药 成本低又有效却无法可管 大家新闻黄敬廷编译 都说戒烟好难 必须靠自己的意念行动力 有时候外界祭出的诱因 也是不错的方法 美国一项的大型健康计划 来自全美54家公司 6000人参加戒烟活动 成功等人最高可获得奖金约台币18000元 而这比起免费提供药物治疗等方式 成功率高出三倍 一烟在手吞云吐物的瘾君子 什么戒烟方法最有效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些道理 我们发现资金约台币 资金约台币 达到600元 比资金约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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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约台币 例如尼克典代替药物治疗 或医院计划网约台币 以资金约台币 美国滨州大学主导的大型健康计划 全美54间不同公司 6000人参加戒烟 每个人在戒烟日期到之后 还能维持半年不抽烟 随机分无阻 一般照护提供 戒断好处的资讯或简讯服务 免费尼古丁替代疗法 免费电子烟给奖金 还有先给押金 结果跟钱有关的成功率最高 其他免费的服务几乎没有用 不过这项实验让人沮丧的是 参加实验的6000人 半年后只有80人 可以提供生物化学证据 没有继续抽烟 结束实验回到真实世界 80%的人就没有再继续登入实验网站 大学新闻许书妹编辑 病痛有多苦 这位林阿嬷77岁住在老人院 她严重的骨质疏松 两年前跌倒后 两腿经常会隐隐作痛 最近更因为小腿肿胀 连下床走路都有困难 不过阿嬷很固执 必须有人能突破她的新房 为她解决病痛找原因 77岁的林阿嬷坐在床边 满脸痛苦地向任意会医师诉苦 因为她的两只小腿肿胀的厉害 已经不良于行 大家想方设法要帮她疏解 像那个床我们可以脚给它高的 后面 那背脚给它高起来 也是好像可以坐坐睡的 不过至少它的脚不会说跌在地上 而是放高 可以抬高了 这样对它比较好 那个血液的循环会比较好 林阿嬷因为念旧舍不得丢东西 因此床边堆了很多杂物 久而久之空间不足 导致睡姿长期不正确 因此病痛产生 如果你帮她整理好了之后 再倒回来两个星期 你看她东西她又再扳回去了 所以她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睡 性格固执的林阿嬷 原本不愿意别人动她东西 后来志工和任意会医师 动致疫情才终于说动她 她苦苦伶仃 她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 所以如果我们再不去关怀她 我相信她的病情会更加恶化 所以她都跟我们诉她很多的苦 她的心事 那我们只能聆听安慰她 给她精神上的一些支持 职工真诚的关怀 加上仁义团队的专业协助 让阿嬷卸下心房 能安心养病 大爱新闻之圣美志工 吴永怡 吴子林 朱鹏为 马来西亚报道 五月感恩月 温馨画面在马来西亚 柔佛州 乌鲁地南 慈祭御佛典礼 设有孝亲区 这个时候亲子之间 该说的 该做的 都把握机缘 慈祭乌鲁地南流落处 举办御佛典礼 大约有630多位民众出席 以虔诚之心理佛祖 感念佛恩 内心其实蛮平静的 然后遇佛的话 因为一开始不是很理解 遇佛意义 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 可以去遇佛 可是其实是要洗自己 内心的污垢 这样子 所以当然那个意义 我觉得就刚刚那个 感触蛮深的 就是时不时的话 就是大家要洗一下 内心的垢 孝心区里 孩子亲手为父母 遇足再奉上一杯茶 用行动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 为了感恩妈妈 妈妈我爱你 谢谢你 你辛苦了 因为爸爸妈妈做工辛苦 应该要感谢他 慈意志工也借此机会 向民众分享环保知识 除了说不简单的指挡之外 其实有十大量的东西 是可以进行回收的 一去说丢掉 不如说交给吃鸡的回收站 能够更好的把这些资源 说用于社会 行善行孝不能等 孝顺父母要及时 爱护地球更不可怠慢 大爱新闻 新增盛美志工 庄丽金 罗夏梅 范炳耀 马来西亚报道 爱护地球认同环保理念 菲律宾马尼拉一家购物中心 连续几年提供场地给慈祭 今年首次由台湾大爱感恩科技公司 派员交流一连七天 让民众更深入了解 环保慈悲科技 购物中心的中庭 一连七天慈祭特展 大爱感恩科技 以及静思系列产品 提供来往民众 不一样的选择 Masarap sa pakiramdam pagka nalaman natin na yung ating konting contribution pagbili ng mga gamit ay napupunta sa magandang gawain masarap sa pakiramdam 还有亲自 da i-sit成主顾 bumili pa kami ng bag na made from plastic bottles which i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din kasi yun nga at least in a way na kato long din from all na mga polusan na na kya yun nga at least 环保科技看得到用得到 必要的消费 也能化为慈悲行动的一环 待新闻罗登乔纳斯 菲律宾报道 在台湾有许多来自于菲律宾 越南和印尼的外籍移工 这一场一整 就在移工人数很多的桃园 此次仁一会 把火车站救月台 打造成为行动医院 为移工朋友免费健康检查 桃园火车站救阵月台 仿佛变成了行动医院 中医 内科 牙科 皮肤科 一次排开 桃园的慈悸之工 受市政府邀请 为外籍移工办免费健检 大概共用了130位 包括临时来的翻译师工 翻译师工也是有 印尼局的 有泰国局的 还有克力兵级的 还有越南级的都有 围着黄色头巾的印尼级移工 因为隔天就要换新雇主 照顾阿嬷 压力引起身体不适 分裕之工陪同 完成各项检查 让他安下心面对新生活 我体验到说 外籍移工对我们台湾的经济 还有老人照顾 在这些领域的贡献其实非常多 那我们不是除了关注他们工作上权益的保障 包含他们的修行活动 包含他们的身体健康 还有泰国籍移工来看诊 当天也决定参与职工服务 外籍移工远渡重阳来到台湾 期待更多人的关怀 协助他们融入台湾社会 大家新闻 这是美职工陈秀贵 陈文龙 林振明 陶渊报导 下个月端午节 瓷力职工已经提前启动 在花莲职工打包将近500份的爱心礼 要送给照顾铺 里头装什么 不仅要实用 更是一份细心设想 艺人负责一项物资 不管是打包还是补货 近似近舍人人动作俐落 要把众人的爱心包进物资里 准备就是有面线 还有香肌面跟五股粉 那这些都是近似近舍常住师傅 对照顾铺的爱心 那也是全球刺激人 对这些照顾我们的祝福 花莲的慈祭志工齐聚在环保站里 把香肌面 五股粉 还有兽面等等物资打包 赶在端午节前送到照顾铺手中 考虑到他们最需要最实用 平常就是都可以 也不会放在派遣 发展后有的老人都没得到 我们自己近似的物资 这份的满满的爱 把它一起打包 慈祭52年 不断物资也够 同样的 我们都准备一些花人贵节 送上祝福 花家常让这份关怀 陪伴他们度过温馨佳节 大新闻 这三美志工王七宁 李玉玉莲话里报道 在这里也是用心打包 台中至善国中成为爱心集散地 成为二手物资的仓库 这一些都是各界送来 要送往非洲 为此校方还在校园里设置了 得来速车道 车子进入校园专属车道 立刻有同学引导 把捐赠的物资当场筛选分类 就在你 先看外观 小于A4尺寸的包包 或是硬壳的 还是拖拉式书包 以及开口的拖鞋凉鞋 都不符合援助非洲需求 要请民众再回去 其他的则有同学们整理打包 统一堆制以便上货柜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利用包裹方式 但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没有办法达到筛选的功能 其实我们开阔一个路线 让我们的车子可以直接 就是进到校园 募集旧鞋跟旧书包 援助非洲学童及民众 台中至善国中规划 专属车道及工作站 刚考完会考的国三同学 利用课余发挥爱心来帮忙 很开心 就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然后可能以后长大 回想起来也是很棒的回忆 还蛮累的 很值得 因为有帮助别人 捐赠物资的爱心民众 对这样的服务赞不绝口 太棒了 我觉得这学生都能一起帮忙 太好了 有专属车道的一贯作业 能有效筛选分类物资 整体募集效率也提高许多 大爱新闻张国家旅渭维 台中报道 动过白内障手术后 视力却再次模糊 许多病患会以为 白内障又复发了吗 其实医师表示 白内障并不会复发 而是眼球内的后囊带 因为细胞增生导致 视力混浊的结果 是常见的并发症 只要门诊就可以治疗 眼前一片模糊 是52岁张先生 罹患白内障时的视角 手术后视力恢复正常 但今年初再一次感觉看不清楚 医师表示 这是因为白内障手术 将混浊的水晶体清除 但会留一层像是保鲜膜的后囊带 来放置人工水晶体 随着时间 细胞聚集增生 就会变得混浊 影响视力 那越年轻的话 这些细胞当然也许越活跃 它可能这些产生 聚集混浊的机遇会比较高 那一般在50岁以下 术后的这两三年内 它可能会有70%可能会发生 但是平均如果说 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以上 这些白内障 也许在术后的三四年左右 它也许发生率 可能就会降到30%到40%左右 而如果发生术后 视力模糊的情形 也不用太担心 在一般门诊就可以治疗 把瞳孔扩大 那点麻药之后 用雅各雷射 来在后囊带中间 我们打开一个开口 让光线又可以再过去 视障病人视力 就可以再恢复正常了 医师提醒 白内障手术后 如果视力再次模糊 并非复发 可能是术后并发症 不只是后囊带混浊 也有可能是眼底视网膜 或黄半部病变 千万别轻忽 戴爱新闻吴博勋台北报道 这一支纪录片长达十年 是来自一位儿子 他对母亲的关心 林静明十年前 发现母亲一些行为怪异 单纯以为母亲是老化 开始拿手机来记录 母亲的生活 多年后才知道 母亲是罹患了失智症 她的影片被整理成为纪录片 希望借此来唤起大家 更重视失智照护问题 一大堆的锅子 一大堆的饭 林静明从十年前 发现妈妈行为怪异 一直重复着做同样的事 只觉妈妈老了 开始用手机 拍下这荧幕幕妈妈的生活 我叫她去菜市场 我去停车 停车回来 我就听到她在跟早货店的老板娘讲说 那个手机不错 那个手机带我来 还要一千块给我 她重复地在找东西 或是她有一些习惯性的改变 那这些部分的话 我们就有警觉 就可以到我们的共照中心 很多人都像林静明一样 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家人失智 常跟医院争得她的同意 将影像后制成纪录片 宣导失智症 看到这支影片就可以看得到说 其实奶奶去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这样子对民众来说 她其实会很有感觉 就耐心跟善心 爱心地去陪伴她 应该就可以和缓度过 正面思考比较好 如果说有家人的 有家人协助的是 一定要跟家人去分享 将妈妈的失智生活真实呈现 林静明希望更多人 可以用正确的态度 包容失智长辈 也用爱支持失智症家属 大家新闻派与真夜宜林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洲坦上尼亚野生国家公园 一家人的坐车来了不速之客 花豹 她爬进车里还在车盖上休息 到市里头的这一家人都不敢乱动 还好花豹的好奇大于攻击 一家人是劝身而退 一起来看看 也感恩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